普丁开战 他有在算成本吗 普丁的成本是历史意义的 普丁在未来几十年 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当中 叫做普丁大帝 为什么 因为近代 这百年来 为替俄罗斯扩张领土的是谁 是普丁 上一个在中国发生的 叫做康熙 康熙在往前追的 叫做汉武帝 普丁大帝在俄罗斯历史课本地位 就会跟康熙和武帝 在中国的历史课本的定位 一样伟大 请问他的收益是什么 他的产本是什么 跟供需投资 跟需求消费 毛关系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结构性问题 中美之间进行很多贸易壁垒 科技的相互制裁 请问跟供需 跟货币政策毛关系 请问您的货币政策毛关系